大家好 我是台南 我們首先歡迎來自石川的九五燒第三代傳人 我們這個布施特殿先生同志 這位掌聲歡迎大家 還有江河友常的霧出牙齒 我們先看立場 那另外呢 也是叫到我們台灣來 這個沿路性子 是 還有我們的鄉本 鄉本的中鄉旅士 那另外還有我們自鄉的中鄉旅士 中鄉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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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南野和風藝術節第二年 第二年 我們去年在舉辦這個和風藝術節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這個腳有非常有意義 那所以呢 我們就跟國華處 世界術長 還有我們如耳秘書 大家就在談說 怎麼樣把這個和風藝術節能夠 有更長的準備時間 能夠把它準備得更盛大 那這一次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這個和風藝術節 在11月6號7號要正式的展開 那我們這一次還有盡量的展 是從今天開始到15號 那特別是呢 這一次的這個展呢 我們感到非常的高興 我們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 日本的石川啊 那麼這個 九谷燒跟這個 加賀油彩 是非常有名 那我們這一次 非常難得 能夠邀請到這個 九谷燒的 故出客宴 日影邀請說起來 你熱衡一天 還有這個 加賀油彩的 故出雅主女士 他們能夠 他們能夠來參展 我想這個是一個 很難得的 讓我們國內的 大家能夠看到 兩位寧家的作品 這個是相當不容易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藉著今天機種會 把這個難得的一個展的邀請 所有的朋友能夠來參觀 那因為樓下也有一個我們曾永宏的一個展 那這個曾老師的展 也是我們台南縣結束的陶藝家 所以我想這個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交流 那另外面因為這個和風和畫季 也得到非常多十算線的團體的支持 那我想這次禮拜是跟去年比起來一定會更精彩 那希望這個活動大家能夠多多捧場 因為我們外島的鄉親 梁老師 希望台日的交流能夠借這個活動更深入扣道 我想這個大概是在全台灣各縣市 那麼跟這個日本的交流一個最大的一個旅程推 那希望能夠帶給大家更好的友誼 更好的這個交往 謝謝大家 謝謝